翻到发菩提心第四 这段文很重要 昨天都不够时间 带大家看一下 我们大概还有十五分钟左右 看一下 找到了吗 翻开经文 就是 114 页 说今日到场同业大众 我们大家一起 已经相遇以得洗碗心垢 我们在这里 从卷一进入礼颤 把内心的累积来的这些成垢 就代表烦恼 我们在清洗 虽然还没有到十卷圆满 但是已经在忏悔 就是在清洗 所以说这个真心忏悔 十恶重账 十恶是身 口 意 他们的造作 有一些人都说 我没有害人 我是好人 我这个好怎么样界定呢 你自己的标准 不一定是符合因果的 那要看身 口 意 身 这个身体 你不造作杀 盗 盈 口呢 你不会说这一些 妄言 其余 两舌 恶口 不会造口业 意念呢 也不会起贪 撑 吃 当然你说要修到这样子 差不多已经快要正悟解脱了 但起码 我们是知道我们有方向 我们也忏悔 自己做得不够了 因为知道不够 不足 所以在这里忏悔 你说我怎么知道我够不够呢 你看看你现在 所有一切如果都非常的圆满 顺遂 身边的人全部都非常好 自己也完全没有烦恼 你修得好 但是如果你看自己 很多事情还是不能如意 不能如自己心中所想 或者自己所做的 也不能令身边的人觉得欢喜 像这些你就知道了 还是有瑕疵的 只不过是这个瑕疵 就过去于业未了 多少的问题而已 修得好 当然他这些 剩下的这些业障 比较少 人比较少烦恼 少障碍 但如果过去还积累下来的 这些业果 还有无数 这些很多 那这样这个人 或者各方面 呈现出来的 诸多不顺遂 但总是我们在这里 忏悔 好像在洗心一样的 内心的成固 能够把它洗清净 十恶重障 也能够忏悔清净 没有余业了 所以业累计钱 过去累计的业 既然钱就排除 内外聚结 内 心内 心外的世界 都跟着 洁净下来 接下来 忏悔清净 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 是因 养学菩萨 修行直到 所功德 智慧 由之而生 我们一般的人 在礼拜 忏悔 能够有功德 能办事故 都是赞叹 发心 这些发心指的 当然指 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是道场 你一发心 道场就成办 能办事故 说 至心一处 无事不办 你所愿 所求 所向 一切 都能够 如你所愿 说 唯愿大众 各奸其志 莫以年命 待时漏尽 不令空去 后悔无意 说 希望我们大家 一定要 坚忍 坚持 坚持 我们的心智 不管是现在 我们在礼拜 凉黄 宝灿 或者是说 你就是在人生的路上 有很多事情 不是你能够预想得到 安排得来 总之 遇到什么事情 你就要坚持 各奸其志 莫以年命 待时漏尽 你不要 这个 莫以年命 就是说 你不要说 哎呀 我 这个 这个年纪大 身体不好 等这个时间 都好像一直过去 说 物令空去 后悔无意 不要等到 那个时候 时间 生命都过去了 你再来后悔 那个时候 也帮不了什么了 说相遇今日 知遇好事 现在到场 有发起人 常驻来承办 就是举办 两皇法会 说这真是 遇到最好的时候了 不应日夜 烦恼复兴 一当努力 发菩提心 不要整天 心思散漫 在那空 空想 或者追悔 想以前 想未来 就不切实际 你在这上头 是用不上力 所以在那里 烦恼 覆盖你的心性 就不要这样子 应当要努力 发起这一份 菩提心 到这里 叫进入 开始讲 菩提心 是什么 我们继续看 唱文 先说 菩提 是绝的意思 就像佛陀 他在两千五百多年前 在菩提树下 金刚座上 阅读明星 最后 他用功多年 也可以讲 他的累事积累下来的 这一些修行 到最后最后 终于 可以讲 整个好像 突然 顿悟了 这样 他其实不是顿悟 他是觉悟的状态 突然清楚 明白 什么都清清楚楚 像这样子 他的累劫修来的 好 那 说 这个 我们发这份心 说 佛陀在当时 开悟 觉悟之后 他讲一句话 奇哉 奇哉 大地众生 皆有如来 智慧得相 只因妄想执着 不能证得 佛陀 觉悟 证悟之后 他讲的第一句话 太奇妙了 原来 大地 所有一切众生 跟佛是一样的 都具有佛的 那种信 德 佛性 佛的那种 心性 一样的 都是众生 只是佛 是已经 证悟 觉悟的 众生 那我们众生 还在迷 为什么我们还在迷 这个迷的状态 叫做 只因妄想 执着 妄想 自己 这种意念纷飞 妄念 这些 虚妄不实的念 不切实际的念头 太多了 这些已经够严重了 偏偏加上一个执着 你任妄为真 你还把他当真 然后抓着不放 叫执着 执着 像这样 凡夫跟佛的差距就在这里了 佛就彻底的证悟了 我们呢 我们跟佛本来一样的自信 但是呢 只因我们太多妄想 然后又把他当真 抓紧 抓着牢牢 说就是这样 认为好像外境在跟自己敌对一样的 认为自己所想的都是正确的 像这样 以妄为真 抓着不放 叫妄想执着 所以佛跟众生 差距就产生 像这样 这个觉啊 就是讲菩提 现在要我们发菩提心 就是说 你要发一种念想 总有一天 我一定 像佛一样彻底的证悟 你如果不敢发这个愿 你说 我要一天比一天清楚 我要学习一天比一天 还要进步 像这样 他其实是朝向觉悟的道路 也可以 一直到有一天 我们可以像大师带着我们 我们的师父上人 心愿大师 主持归宜典礼啊 或者传戒 或者讲座 他总是最后啊 要大家跟着他一起念 我是佛 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敢 我哪里是 我哪里敢 师父就说 你们不要不承认啊 要直下承担 因为佛就是觉悟的人嘛 我要做一个觉悟的人 我是佛 我是佛 像这样 之后再有机会带大家念 大家跟着大声的念 我就是要觉悟 不要这样迷糊 不要再造业 结恶缘 在那里轮回 真的 拉着我们在轮回的不是别人 是自己不放 自己不愿意放下 好 所以我们来看 在第一行下面说 菩提心者即是佛心 菩提就是觉悟嘛 那佛呢 就是觉悟的人嘛 所以这是等号的 菩提心就是佛心 功德智慧不可隔量 这不可去思量的 所以概论一念 旷富多念 你这样想 就是说 我们讲说一个念头 更何况 我们累结那个念头有多少 旷富多念 假使历劫 修无量福乃至今生 背行余善 不及发心万分之一 所以我们这个 就是很长久的轮回的生命里头 累生累结 一直到这一生 我们假设我们都行善 行这个说 背行余善 这个修无量福 无量的 这些福德因缘 修行善法 累结以来修假设 这一讲 但不及 比不上什么呢 发心 发心功德的万分之一 说算术辟喻也不能算 算尽不能算出来 就举例讲 说 就像有一个人 他但做福德 不发菩提无上道心 说一个人呢 如果像刚刚讲 修无量福德善法 可是他不发菩提心 这就好像耕田 耕田呢 你田 田地准备好了 耕田 梨田 什么都做了 除草啊 施肥啊 什么都铺设完成 之后 等着下种嘛 下种子 你到那里停了 你没有下种子 没有下种子 他都冒不出芽来 更何况 当然没有结果 就是这段经文在讲的 譬如耕田 不下种子 既无其芽 何处求食 以示异固 虚发菩提心 因为如果 菩提心是佛心 你说我有一天 要成为觉悟的人 但是你都不发那个 我要觉悟的那一份心 你会有觉悟的一天吗 你都没有想啊 你想着 现在是怎么名牌啊 想的是谁对我好 对我不好 整天都想这一些 对我们修道没有好处啊 从人我是非啊 这些情绪烦恼里头 这个就好像 痣痣夜夜 给他放一旁去 很自末的 这一身互为眷属 因缘好 因缘不好 这一身 你遇到的 都是贵人啊 还是都是小人啊 自末 你不要把那个 就好像一棵树啊 你都不去照顾他的根 他的主干 你不去照顾他 你整天就看着 哎呀这个叶子 我要给他铺上黄金 我要给他贴上钻石 我要就叶子 那个叶落 这些影响不了这棵树嘛 但是如果根本不照顾好 根本问题啊 没有处理好 这棵树就活不成啊 所以我们众生啊 总是说颠倒妄想 对于那些人我是非 看得很重 然后起烦恼 就障碍自己的觉悟 障碍自己的菩提心啊 起烦恼了 就轮回 像这个 如果自己不觉悟 不想开一点 真的 梁黄宝灿 一年 拜过一年 如果你这个念头 没有开窍一点 这个一些习气 没有修正一点 真是枉费这一番功夫 真是对不起 你对不起谁呢 对不起佛菩萨 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道场的师父们啊 不好意思啊 我还是这么习气重啊 我还是这样计较啊 其实这些都是要 你对不起你自己 这一生有这样福报 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因为太感谢啊 其实是要奋起精进 好好的痛加忏悔 自己还有什么做不到的 不行 我再发愿一定如何 你要拿出力量来 否则功夫又空过了 好我们翻过来啊 说 但是我们没有时间了 就是这样子 我讲意思 好 再翻过来这里讲啊 说佛陀赞叹啊 这些护法啊 这个天天人啊 就说像你们讲的 为欲利益一切众生 要发菩提心 是为第一供养如来 这些就是 就是说 你要利益一切众生 发菩提心 为了要利益众生 所以发起菩提心 发菩提心 有没有人是为自己 要解脱而发的啊 这个是不成立的 为自己 哎呀 众生烦恼多啊 烦死了啊 我赶快修我自己 我要求解脱 解脱我就证悟了 对不起 远的狠了 这是众生摆错了吗 你求自己救自己 自己跑了 这个叫治了汗嘛 一直到成佛证悟解脱 那个是要通过 一定要通过 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就是这样 没有别条路 你不发菩提心 不行菩萨道 你个人要讲大话 哎呀我就是修解脱道 不是的 你还是会再轮回 满脑子只想自己 自己的欢喜 自己的痛苦 只在意自己 没有这种菩萨道了 好所以真的 这个发菩提心啊 是要为了要利益一切众生 这个就是最好的 是第一的供养佛啊 所以发菩提心啊 还要注意就是 非止一过 一过啊 叫一次 不是只有一次哦 因树发 要不断不断的发 树 树树就好几次不断的 令菩提心相续不断 像这样 所以在佛经中讲啊 说 于那由他横杀佛所 发大善愿 是之发心 其数无量 那由他是 在印度的这个树 形容这个树木啊 最大的那由他 横杀佛所 横杀 横是横河 印度的圣河 佛教来自印度 所以经常佛陀讲的 都是引用他身边的 实际的情况 常常引用横河 横河里头的沙多不多啊 横河沙 他的沙 比一般的沙石 沙还要更绵密 很细的 这个说 像横河 那由他横河 已经不可数龙 这些所有横河里头的沙 更加不可数了 像这么多的佛的地方 都去发大善愿 就知道了 这个发心啊 数量 要不断不断的 无数的 这样发心 说 只要有因有缘啊 遇到善之士 就可以发起 不一定 发菩提心 不一定 是遇到佛 注释 在佛的面前发心 不一定 未必须指佛释 像这样 就举例像文术菩萨 始相菩提 他最早最早 发心 乃因女人 这个是在诸佛要集经里头啊 有一位 离异女 一个修行的女众 然后呢 她在听佛陀说法的时候啊 入定啊 入定啊 哎 她就觉得好奇怪啊 怎么就这么 一位女性就这么入定啊 她这个修的禅定功力这么深啊 啊 佛陀啊 当时就告诉啊 这不是你们轻易可以把她啊 好像叫她出定啊 但总之有这段因缘啊 所以当时在现场的 还没有成就啊 菩萨道的 当时的文殊菩萨 啊 因为这样说啊 真是了不起 我也要开始来修行啊 啊 她最早的发心 就是因为看到一个修行人 啊 她起那种心 我要发菩提心 最早就是这样的 所以还不一定是佛 好 那说 以发初心慧事 不为凡品 轻标心智 石油可养大乘 贪求佛法 这个贪啊 圣法语就想要 并不是那种贪婪的那种 这种贪嗔痴的贪 不是 就想要希求 希求佛法 说 依以诸金 取辟世事 愿轻无差六道一向 好 说 愿因失散 具得解脱 若同性解 知非细论 说 其实发心有发心的 这个因缘啊 好 所以不要 因为看对象 然后有分别心 在他 在对什么人可以发心 对什么人不发心 不是这样的 好 好 只要是 可养大乘 为了要追求佛法 所以 依着经典所教 注意到的是 冤轻无差 六道一向 不会是 跟我有因有缘 我就对他好 我曾经 听一位师姐 她说 那个回向功德 可不可以 回向给谁 不要回向给谁 我说 你就发平等心吧 我说 你认为不好的 不是更加要回向吗 不好的因缘 可能有亏欠吗 不是更加要还吗 还是平等心吧 好了 这个 用点时间 跟大家带 所以各位就知道 其实灿文之中 有很多 都在讲到 我们这一生 这一期生命 走到今天来 这前后的 因缘关系 到 如果说 这些过去有 特别是结怨 要怎么样 能够 把他 忏悔清静 这样才可以 生出功德 才可以回向功德